范例檔案裡面的那個第五個單元好了 這個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話請各位直接就開啟那個什麼呢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個 那前面有一個函數叫VILO函數 因為在ESALE裡面很重要一個函數 如果你不會VILO函數 其實基本上你等於是不會ESALE 所以應該會不會有人沒學過這個VILO函數 應該有吧 因為這太重要了 那VILO函數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要幫你做lookup就是查詢 VILO的話是vertical 是垂直的意思 也就是垂直方向的資料查詢 那就是VILO的用途 那我們要怎麼查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根據這個人事考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系統好像預設點兩下 會是開用LibreOffice 那那個是自由軟體 那所以請你改成用ESALE來開好了 因為它裡面好像幫我們裝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系統是不是跟我一樣 點兩下是LibreOffice 那這個Office是免費的啦 不過免費的話 你想說免費那是不是大家都用 不過我發現 補集器還是非常低啦 OK 那當然我們這邊有ESALE 我們就用ESALE來開好了 OK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總共我們一樣會先解決幾個問題 就是說呢 第一個呢 我們用ESALE裡面的函數 去解決我們需要的幾個問題 總共的話呢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那個黃色區域的資料 那黃色區域的資料裡面 總共好像有7欄吧 這個資料 然後呢 我們分別把需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好 這個人事考評 那打開之後的話 上面有個啟用編集 點一下 裡面怎麼有成 然後結束掉 那首先的話 請各位切到柱磚好了 OK 那柱磚裡面呢 基本上待會我們要解決幾個問題 黃色區域 第一個 把單位查出來 第二個 把組別查出來 第三個 把升等查出來 然後再核算它後面的成績 所以總共這邊有3加4 有4個欄位的資料 OK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查 首先 單位 其實基本上前面這3個 來源都是根據編號而來的 那單位就是108 可是呢 基本上108 那108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108 把它查過來 有沒有看到單位 這邊有個工作表叫單位 那你可以把它切過來 這邊的話 跟你講說108是什麼 108就是總行審查部 那意思就是說 將來這個單位的話 你要先把108先取得 然後呢再去查詢什麼 查詢單位裡面的108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公式裡面有個什麼呢 名稱管理員 那已經幫各位做好了 總共會有幾個 包含單位 組別 跟升等 然後呢 烤平烤漆 總共會有幾個範圍 第一個就是單位啦 那也就是說我們將來呢 你可以配合那個快速鍵 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那個F3 有沒有 F3的話呢 它會跳出名稱出來 那你不用重新定義 因為它已經有了 OK 那我可以把108查到 總行的審查部 幫我查回來到這邊 第一個喔 那組別的話 組別是什麼 組別其實喔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在編號裡面的這個A 或當然其他有什麼AE 有B啦 有E有沒有 那AE代表什麼呢 AE代表的 所以你可以切過來 組別 這邊有個什麼 AE代表就是 一般的銀行業務組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找到A 那這邊就顯示什麼 就是顯示呢 我們的一般銀行業務 當然不是叫你土把鏈鋼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呢 再用MID 你們還記得吧 MID先取得108跟A 有沒有 然後2的話呢 再用V的函數呢 去查詢 那再來還有什麼呢 升等 升等的話 基本上喔 指的就是說 這個編號裡面 第一個字 OK 第一個字 1是什麼 升等 1的話是駐專 所以要把駐專這兩個字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那其他的話 在計算什麼 考核 考核成績的話呢 它是這三個 可是問題來了 這三個怎麼樣呢 要把它相加除以3 就平均就對了 可是問題喔 來了 假到底是幾分 因為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你不能用假來計算 所以你要把假變成幾分 然後還有什麼 A減變成幾分 那你可以把這三個成績相加之後除以3 或者另外你可以用那個Average的函數 把它做平均 那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 假是代表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在哪裡呢 這邊應該後面有一個 在等級裡面 這邊就有什麼 假就是85分 然後呢 A減是85分 所以你要必須把什麼呢 把這三個成績 先轉換成這個數字 然後呢 再把它平均放在這裡 那比4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成績乘上0.3 就30% 這個成績乘上0.7 就是這個的比4成績 然後把它相加 那相加上面有它的比例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成績 再乘上0.6 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它合計了 最後排名次啦 就是說呢 到底喔 這個 這個職稱的 比較要叫什麼 助專 應該是什麼 助理專員還是什麼的 它在所有的人的成績裡面 誰最高 那可能我們需要Promote 要升籤一個 其中一個人 比如說你要升籤嘛 比如說你要升籤嘛 比如升上去也是什麼 就是專員好了 就不是助理專員 是專員的話 那你就看什麼 名次最高的嘛 OK 那其實這個就是 那個所謂的HR人員 就是人力資源管理人 它一定要會得相關的函數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職稱 是跟人事管理有關的話 那這當然是最基本的 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後面我們要結合VBA 這個VBA的話就是說呢 也許喔 把剛剛的這五個 七個欄位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呢 自動產生 另外的話呢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把它清除掉 大概是這樣子 OK喔 所以請各位呢 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記得喔 待會兒你 不要直接點兩下左鍵 因為它直接好像用 OpenOffice OpenOffice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記得你可以用 要不然你就是用 先開啟Sale 再用開啟就檔 當然第一個單位部分的話 駐專的單位 108 所以108 那當然我們可以分兩節 第一個的話 先把108先取得 那我們可以用插入函數 裡面可以用什麼 文字類 先把它當文字 然後因為要取中間的文字 108 所以我們可以用MID MID函數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 你從第幾個字 123 第三個字 STAR NUMBER 第三個字 要幾個字 三個字 那你會發現呢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 會是108 它剛好是從第三個字 取三個字 就是這三個字 它幫你把它拿出來 那放在哪裡呢 就放在這個儲存歌裡 大概是這樣邏輯啦 OK 我按確定 好 第一步就完工了 那問題來了 108 可是要怎麼查出 它到底是哪個單位 單位嗎 OK 這邊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這邊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減下 OK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函數 利用這個叫什麼 查閱 因為我要查詢 查剛剛那個表 裡面的第一欄 那108 所以呢 查閱 那請各位 找到那個查閱與參照 的最下面一個 Value函數 剛好它就是在 這個類別裡面的最下面 一個按確定 那這個函數的話 比較複雜一點 它會問你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lookup value 就是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剛剛這個東西 08 OK 所以第一個啦 你把公式貼過來 lookup value 查什麼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的那個table table 顧名是一碼 就表格 你那個表格 就是你要查的那個單位表格在哪裡 OK 那我們按一個F3 找到所謂的單位 這個單位的話 基本上已經定義好了 所以你不用重新定義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單位就取到了 那第三個問題的話呢 colum col是color 是藍的意思 inded number 是第幾的意思 第幾藍的意思 那什麼叫第幾藍 你點選上面的單位 它會跳過來 基本上呢 VILO函數 它查一定是查 這個裡面呢 總共有兩藍 那它查一定是查這一藍 那請問一下你要取回來的資料 是在第幾藍呢 在這個表裡面的第幾藍的意思 這個表裡面的第二藍 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輸入多少 輸入2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找完全一樣的 其實問題應該是range 要不要找找不到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比如說沒有108 我幫你找109 好不好 找107好不好 那基本上不要 不要的話就是false 或者是直接輸入0就對了 0基本上呢 在程式裡面或excel裡面 反正就是不要的意思 false OK 那我們這邊就輸入什麼 輸入2 然後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的話就輸入0 當然你也可以打false OK 那1的話就true OK 我不要喔 你要幫我完全找一模一樣的資料 就108 不要找接近的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特別注意喔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清楚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總行審查簿 全部都找到了 然後快點兩下 全部OK了 那再來畫組別 組別我剛剛講 就是ABCD這一個 它的位置剛好在第七個字 OK 所以第七個字 那我們一樣喔 插入函數 利用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MID MID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個 第七個 要幾個 要一個 得到A 那沒錯 那第二個 一樣的方法 就是再把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函數 利用剛剛最近使用過的 V2函數 然後把剛剛要查的 這個查 查的是什麼 ABCD 去哪邊查 去主別 所以F3 你找到那個主別 主別 主別 這個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第一欄就ABCD 第二欄的話呢 就是它的中文名稱 所以一樣啦 輸入2 輸入0 跟剛剛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點一下這個主別 它會幫你切到這邊來 你看 這個表格裡面喔 特別注意喔 我要查的基本上是第一欄 要帶回來的就是第二欄的資料 不要找接近的 OK按確定 好 幫我找到這個 向下填滿 全部OK了 那升等的話呢 比較特殊喔 特別注意喔 升等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剛好在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的話呢 當然你就不用MID啦 其實用LAPT會比較快一點 LAPT 所以文字裡面的話 LAPT指的是頭 左邊算過來的第一個字 所以呢 把這個資料給它 那 左邊算過來的第一個字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得到的話呢 那就會是 這一串文字裡面的第一個字 不過呢 特別特別注意喔 這個呢 1 前後有什麼 雙引號 表示呢 它是一個文字1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要去查詢的時候 因為升等裡面的那個1喔 它不是文字1 它裡面是數字1喔 所以喔 如果你兩個相比較喔 這兩個相等嗎 沒有相等 所以怎麼辦呢 前面好像有講過吧 你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 文字1怎麼樣 轉換成 數字1 轉換成數字 就是 文字轉換成數字 有沒有 那外面需要包一個函數 還記得吧 叫什麼 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啦 把那個文字轉換成數字那個函數 有 有沒有 還記得吧 Value還原名一下 有個Value的函數喔 所以呢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得到的是1啦 不過如果你拿這個1去查詢的話 我們查詢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到那個最近使用過的Value還原數 把這個要查的是要貼過來 去哪邊查 去哪邊查 去那個升等裡面查 那你會發現喔 升等這個表有沒有 它帶過來的資料喔 第一欄有沒有 1234 請注意看喔 它的1 跟這個1有沒有 其實喔 就不match 所以呢 假如我要取得第二 然後呢 一樣 要找完全一樣的話 那你會發現 按確定喔 它會出現什麼錯誤 它會出現幾字號啦 反正呢 緊字號開頭一定就錯誤啦 啊什麼錯誤 它跟你講 簡稱 N的話就是Not 斜線的話就是 後面A的話就是available 意思就是說啦 Not available是嗎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啦 那為什麼找不到 就是剛剛那個問題啊 就是呢 我們在剛剛這個資料有沒有 你要查的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數字啦 結果你給它文字 兩邊就不昧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還記得吧 請你在這個 Labs 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Value 我是建議直接自己打吧 Value 然後刮弧起來 把它加一個前刮弧 尾巴的地方再加一個後刮弧 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注意看喔 本來的E有沒有 它的什麼呢 前後雙引號呢 因為Value關係 就把它給去掉啦 OK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它轉換 那兩邊就Match了 Match的話呢 那基本上就查得到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向下填滿 那就全部查完了 OK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地方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啦 用Mid 第二個的話用Value 第三個你可以用Labs 當然你這邊用Mid也可以啦 只是說Mid 我覺得會多一個參數 比較麻煩 第四個呢 就是Value 把這個三個先查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後面四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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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